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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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只股可以留意 就是6088 為何可以去看 其實也升得很厲害 也升三成 它升的原因 是因為發了一個型起 形起是為何呢 可以看這裏 這裏是說 上半年 由去年 800萬美元 今年就升到 8000至9000萬美元 是什麽原因呢 一個原因就是 之前COVID 即新冠肺炎 供應鏈中斷 不明朗因素 現在可以 改善了 在上面 改善了 接著 恢復營運 产品組合 亦可以改善了 近年來講 這個產品組合 有什麽去改善呢 是會做多一些 譬如說 新能源車 相關的產品 亦會有做 另外去年亦會投資 做一些自動化 新產 可以的投資 可以涉裂到一些 譬如說 工業 醫療等等 市場方面 其實這個產品的 混合方面 都會 吃到一個 新能源車方面的 趨勢發展 會有一個利好 今天 當然 星期三線 其實相對上 幅度也不小 而且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你對比 今年 上半年賺 去 八千至九千萬 其實還未去到 疫情前 那個水平 疫情前 那個水平 即是2019年 其實他 捱住 也有一億美金左右 你今年是第一季 那時候 其實他就 賺三千萬美金左右 所以如果你 計算是 第二季的話 賺錢其實是有多了的 現在是憧憬著什麼呢 憧憬著 他希望 你隨著那個 供應鏈回復 復工復產 加上他那個 產品那個mix 去改善 他的熱務 可以回復 疫情前的水平 以及可以恢復 一個增長的時候 那股值其實就 有機會收復 等等這幾個原因 所以這隻股 去到現時來說 又不妨可以 放回 bony turn list 可以看一看 另外 如果可以 風險承受能力 又可以 相對上高一點的話 又不妨 可以少住 去進行一個吸納 還有就算如果想是後 的話 我覺得又分開 可能兩三柱去做 這樣又會好一點 好一點 今天升得 比較急一點 你不能夠排除 短期來說 有機會回落一點下去 才去 進行一個吸納 第一個位置 可以看支持 你也是看回 之前的一個 突破狀的位置 作為一個支持 就捉住 一個1.7 或者你看高一點 過耳 第一個位置 希望先去 先去 然後你才可以 上網回 你是3月 開始走下來 比較急的位置 在1.4到1.5的水平 所以如果市場上衝勁 看好一點 這隻股 看到它的業務 可以去到疫情前的水平 甚至乎能夠 因為它產品的組合 開始慢慢慢慢去轉型 去優化的話 那股值其實應該就可以 沒有那麼受壓 回升回 對於股價其實會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其實如果在上網去到哪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那一波 其實可以 如果真的 吞回 一個比較正面一點 甚至乎可以真的 回穩到比較高一點的水平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6088 其實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 都不能發現是什麼 這隻股 始終都是做一些工業類的股 它都說下半年都是審診 也都是這些原因 COVID難以控制 通脹等等 其實也會影響到原材料的成本 這些是 你投資下去的 做工廠 工業類的股 是不能夠避免的一個風險 這點是要業務 亦都要去注意 所以為什麼 就算甚至去 追求一下這隻股 認為它可以 業務改善 令到股值收復 股價可以 甚至可以再有一個 繼續可以向上的空間 在風險控制方面 都不能夠忽視 對 對 做工廠 感谢观看